我的天哪 这三个神级的实验你见过吗 有一种神级的业底 只要把它涂在快递单号上面 就能让你的快递信息消失 保护你的信息 有个年轻人发现 分笔如果从高处横着落下 就会刷成三段 如果竖着落下就会刷成两段 有个年轻人发现 90%的人手机里打不出这四个字 哇 太神奇了吧 下单下单 你妈快递信息隐身的液体 神奇本笔落地实验 手机打不出来的四个字 今天咱们就来测试下这三个实验 到底是不是真的 认为是真的打1 认为是假的打2 认为有真有假的打3 我感觉最后一个应该是真的吧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几个人 下面开始第一个实验 我之前用的都是这种灰水涂干液 给你们看一下啊 它图上就是这样的 虽然能覆盖很多 但是此一看还是能看得出来 下面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 涂过之后变白了 而且涂完之后要静止15秒 哇 这个真的可以 涂过的地方现在一点都看不到了 好干净啊 看来这个图卡也真的蛮好用的 不过如果你不想换钱买的话 也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就是用剪发棒 这个需要想给它加热 我们用这个购物单来试一下 用剪发棒这样一加 哇 直接变黑了 怎么都看不到了 这个是不是也很好用 或者你用风物精也是可以的 把它涂在你要隐藏信息的地方 反正涂到的地方完全看不到了 这个图卡也效果是一样的 下面是粉笔实验 据说它横着摔是三段 竖着摔是两段 这么久对吗 我先试一下横着摔 怎么只摔成了两段呀 再试一下 真的是三段啊 竖着试一下 也是三段 再试一下 这次是两段 在地板上试一下 横着是两段 还是两段 竖着也试一下 两段 这两次都是两段 在桌子上试一下 横着还是两段 竖着直接没有断 这个也没有那么绝对 它有的时候成功了 有的时候又没有成功 你们说是地板的问题呢 还是粉笔的问题呢 这些粉笔还可以接着使用哦 下面最后一个实验 手机里打不出来的四个字 这四个字我真的不认识怎么打呀 横着精英 打第一个字 不认识的读半边嘛 应该是丁吧 碎牙 这也没有啊 难道是读梯 再试一下 好吧 也不是 再来看下一个 这是个字吗 这感觉像个符号一样 半边都没办法读 先来看这个吧 应该是枝吧 枝子怎么这么多呀 看来不是读枝 没有 难道读书 再试一下 也不对 真的打不出来呀 最后一个 应该是读油 想靠懵啊 也不对 全部都试完了 一个都不行 难道是手机的原因 换个安卓系统的手机试一下 还是先打第一个 叮 还是没有 这个就不是了 试下这个 只 也没有 有 还是没有 这三个字都没有打出来 这个我又不知道怎么读 那这个我用手写试一下 怎么出来了这个语文啊 再写一下 这是啥呀 这 还是不行 这个太难了吧 我是打不出来 这个应该没有人的打出来吧 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谁能打出这四个字 我就在前面的给他点赞 我先打不出来 我先打不出来 我先打不出来